Hello大家好 這裡是晨曦史登里 大家看到這個背景可能比較陌生 因為我們現在並不在我們的工作室裡面 封鎖期間沒有辦法回到自己辦公的地方 好在小區裡的鄰居收留 所以我們才有了這樣一個繼續拍攝的場所 今天的視頻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電影當中出現過的相機 我們選取了七部非常有趣的電影 電影當中的相機出現的橋段都特別有趣 同時這七部電影要嘛具有比較高的話題度 要嘛是本身拍攝的水平很高 作為喜歡攝影喜歡影視的我們 也可以當作是很好的影視作品去仔細的賤賞一番 那下面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內容 第一部要跟大家介紹的電影是 2003年由鳳俊浩導演所指導的殺人回憶 那光是說殺人回憶可能有些朋友比較陌生 鳳俊浩導演已經相當的有名 因為2020年奧斯卡歷史上第一部 外語的最佳影片就是由他所指導的寄生蟲 相信你們已經由說而聞了 寄生蟲跟殺人回憶的男主角呢 都是宋康浩這名演員 他的表現力也非常的強 那在電影當中呢 宋康浩所扮演的是一名男行警 他使用的是一個非常特別 非常小巧的袖珍相機 這台相機就是台灣牌子 叫做拍得利的Premiere110F 那每次他從口袋當中掏出這個相機的時候呢 都是用來記錄嫌疑人的面盤 或者是一些犯罪證據的 對於不太會攝影的這名行警來說呢 他想要的就是盡可能快速的拍攝 跟這個按鍵有關的一切線索 這種相機呢 其實在膠片時代非常的流行 他使用的膠片格式呢 非常特別是這種110制式的膠片 如今你可以通過比如說 Lomography這一類的牌子買到 相同的膠片 那也有人去重新對這種制式的膠片進行封裝 購買的渠道呢在國內還是比較方便的 那這一類相機又被稱作間諜相機 很多你能搜索到的 在這個二手市場上的間諜相機 都是俄國產前蘇聯產是吧 因為在冷戰的時候 在這個歷史上各個國家對立比較嚴重的時候呢 這些間諜相機 都作為是間諜必備的工具之一 很多這個前蘇聯的相機 都是給克格勃這類特務他們所標配的 那同樣是這種間諜相機呢 還有幾個比較有名的型號 一個是李光的110X 一個是美能達450TX 還有嘉寧的110ED 所以當時各個大廠呢 他們也是有針對袖珍影片膠片 去做這類相機的研發的 那曾經呢因為110膠片 它的價格比135 我們見到的最常見格式的這種膠片 它的價格還要低一點 所以它是很多引導人們進入攝影的一類相機 歷史上最有名的就是科達推出的這一款 Coda Pocket Instamatic 一版這個相機 它就是袖珍型的使用110字式的 相機樣子呢 也非常的好看 在殺人回憶這部電影當中呢 它其實是根據發生在 現實世界的 連續 殺人案 所製作的 這個案件也是直到前幾年 2019年的時候才宣布 告破 影片當中讓我最深刻的一個橋段 就是 當這位 刑警以為他已經 放下一切可以重新好好開始生活的時候呢 他聽到一個小女孩在當時的案發現場 又提到了關於 疑犯的蛛絲馬跡 那個時候 他的神態 他的心情 一切又變了 他又凝望向 鏡頭外的我們 彷彿在 尋找著那個 依然 流竄在世間的真凶 這部電影本身可能沒有寄生蟲來的那麼 節奏緊湊 而且劇情更豐滿 但是他所描述的是 當時因為 韓國社會 處於動盪不安的 狀態 所以 社會孕育出這樣的 找不到的兇手 像是一個必然 人人都有嫌疑 但是又無法確定到底誰是真凶 所以電影本身還是非常值得大家一看 第二部要跟大家說到的電影是 白日夢想家 那 電影的男主角呢 他名叫 Walter Mitty 他是Live生活雜誌的一名編輯 那就在這個雜誌面臨從紙質向電子版 轉移的過程當中呢 他被要求 尋找 用在封面的一張照片 但是攝影師給他寄來的這個膠卷當中呢 他已經找不到這張底片了 為了 尋找這張底片呢 他開始了他的旅行奇遇之路 然後去尋找這位名叫 Sean的攝影師 在電影當中出現的相機呢 也是在影片比較末尾的時候 當Walter Mitty在旅行的過程當中看到 這個Sean正在聚精會神的拍著雪豹的時候 他湊了上去跟 攝影師本人開始的交流 這台相機呢 是尼康的 F3T 所搭配的鏡頭呢 是400毫米的主要用於野生動物拍攝的大光圈鏡頭 400毫米 AFS 2.8G 尼康F3T 可謂是尼康 頂級膠片系列F單數字系列的這個 巔峰之作 很多人在現在呢 也會購買F3T 或者F3 作為收藏 或者是實際使用 那F3這台相機 他的取景器是可以拿下來的 也就是說他作為一台單反 你可以在眼屏和腰屏取景之間切換 那 影片當中出現的這台T呢 則是一個 非常罕見的版本 他使用了這個鈦金屬的機身 相比於譜版的這個黑色的機身呢 顏色會非常的 亮騷 當時 最讓我感動的是 當這個渦車迷體湊到Sean的旁邊去看 這個鏡頭 前面當中的雪豹的時候 他問Sean你為什麼 不拍下這張照片 那我相信 Sean的回答 已經 超過了很多攝影師 甚至是普通人的境界 他說他希望把 這份美好去 感受 而不是急著把它 記錄下來 其實很多時候 不光是攝影師 就連普通人 我們在用手機 急著 記錄生活 跟當下的同時呢 也忘了 放下手中 記錄的設備 而是更好的去 體驗 我們當下的一些 情緒 跟世界 那影片本身呢 他還說到了 Live這本雜誌 其實 Live這個雜誌 在攝影界 有著 比較高的地位 他作為一本 攝影計時雜誌呢 從30年代開始 上世紀30年代開始 歷經過幾次 停刊 到最後 2007年 完全停刊 這當中 誕生了 非常多 非常棒的 攝影計時作品 同時 他也作為 我們 喜歡攝影的人 不得不看的一種 歷史資料 很多照片的首次刊登 都是在這本 Live 生活雜誌上面的 那雜誌本身的 座右銘 電影當中 也有提到 把它翻譯過來呢 其實 也特別激勵人心 英文是 To see the world Sings dangerous To come to To see behind walls Tro closer To find each other And to feel 中文翻譯呢 去看 去闖 去探索 去理解 去追尋 去感受 這就是人生的目的 當時Live雜誌 它的地位 可謂是 與時代周刊 Time 相提並論的 有機會呢 我們會 跟大家詳細介紹 Live雜誌裡面出現的 經典的攝影作品 今天先聊幾張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 而且不光是我 甚至是每一個普通人都看過的一些有名的照片啊 比如說被 稱作這個攝影 計時之父的Alfred Einstein 他拍攝的這個勝利之吻啊 就是 在二戰結束的時候 美國作為戰勝國 然後日本作為戰敗國 宣布這個消息的時候呢 在紐約的街頭有一個人 玩起了一名 呃 女子的腰然後 深深的吻了他 那這張照片 非常非常有名 在這個美國加州的 呃聖諜哥 甚至有一個 超大的 復刻這兩個人的 一個 雕像 另外一個 也是通過 Live雜誌 而出名的攝影師呢 就是 Eugen Smith 他拍攝過的兩張照片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一個是 他當時拍攝的 卓別琳 這張卓別琳在化妝間 面對自己的表情 在進行的排練 你可以從照片當中看到 他豐富的表情 但反復境外的他 因為視覺差的關係 好像不是他自己 就有這種 視覺上的錯覺 那另外一張 Eugen Smith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照片 是這張鄉村醫生 這名鄉村醫生呢 在進行 接產之後 沒想到 母親跟孩子 雙雙死亡 醫生在非常疲憊 跟自責 跟愧疚 各種情緒交織在一起的時候呢 走到廚房 泡起了一杯咖啡 他的眼神當中其實寫滿了 他當時的情緒 然後 這張照片也是非常非常具有感染力的 那其實在影片的結尾 Water Meaty發現 真相 就是用在Live生活雜誌的 最後一期封面的照片 竟然是他自己 竟然是作為這個照片編輯的他自己 用放大鏡在檢視的這些照片 其實過去在膠片攝影時代呢 攝影師跟編輯的關係是非常的密切的 不像現在數碼攝影時代 基本上由攝影師或者攝影師團隊們 去完成這個照片從 拍攝到後期處理的各個步驟 在當時呢在膠片時代 攝影師所拍攝的照片 是要由編輯們進行選片跟處理的 所以有時候 編輯們能不能去理解攝影師他當時拍攝的意圖 選擇攝影師覺得最滿意的那張照片 是需要兩個人 有一定的默契跟一定的溝通的 在電影當中呢 Shawn跟Water Meaty雖然 之前數未謀面 但彼此因為這種 在作品上 在這個世界的對話上的這些交流 而感覺 他們的聯繫非常緊密 但是在現實當中呢 Live生活雜誌的最後一期封面 並不是編輯的照片 有一次呢 他的停刊 這個最後一次的照片 是這個 揭滿了生命 支持裝置的一個 陪胎 那其實Live生活雜誌在這之前呢 就有 瑞典攝影師拍攝的結合顯微攝影的人類陪胎 那個時候 非常更新 人們對於生命的視覺呈現 對於生命的認知啊 第一次看到這種非常富有衝擊力的 甚至還能看到血色的人類陪胎的實際影像 展現在人們面前 下一步呢要說到了 其實是話題度非常高的 蜘蛛俠系列 那因為在漫威的設定裡面呢 蜘蛛俠他就是一個 非常熱愛攝影 然後在 學校的社團當中呢 也是喜歡用相機記錄的一個人 雖然在最新的蜘蛛俠三部曲當中 Tom Holland所扮演的 蜘蛛俠已經大部分是用手機拍照的 但是我們在 這個Andrew Garfield的 超凡蜘蛛俠系列電影 以及Tobi Maguire的這個 首個蜘蛛俠系列電影當中 他們還都是用 傳統的膠片相機進行拍攝的 在Andrew Garfield扮演蜘蛛俠的這個 超凡蜘蛛俠系列裡面呢 他使用的是Yashica的這個Electro 35 這台相機呢 生產於1966到1973年是一台 旁軸相機 那這台相機他是採用 45毫米F1.7的光圈 那對於一台旁軸相機來說 這樣的參數和規格在當時已經是非常不錯的水平了 這台相機也因為他的樣子非常的好看 所以經常出現在各類的視頻當中被大家當作拍攝的道具 比如說周杰倫的這個說好不哭的MV裡面 不光有哈蘇也出現了這台 Yashica的相機 但是讓我很心痛的一點 以及讓很多攝影 愛好者和攝影師們很心痛的一點是 Yashica這個牌子在銷售地獄之後呢 重新被 人所接手 那他們曾經在幾年前出過 仿膠片概念的數碼相機 你只要在這個相機當中塞入 像是這個膠卷盒子的 物體之後呢 相機就會識別 然後 以不同的風格跟不同的感光度去進行拍攝 但這台相機因為畫質太差了 然後 整個相機的設計也非常的糟糕 在很長時間內呢 都是被大家稱作 是 你所能買到的最差的 數碼相機 所以Yashica這個品牌可能也沒有 之前的那種榮光了 而且 這台新的數碼相機 還是仿的 當時膠片時期的Yashica Electro 35 這個相機的外觀 所以 非常的拜好感 但是 如今我們去二手市場上看呢 如果橙色不錯的這個相機 價格大部分都在1000元以下 所以大家如果想體驗這種 自動測光的手動對焦的 旁軸相機 這個也不失為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Andrew Garfield 所拿的這台Yashica 是非常的輕巧 但是Toby McGuire 他以前 拿的相機 會稍微的笨重一點 他在蜘蛛俠系列當中使用的是佳能F1 也是佳能當時的單反旗艦 最喜歡哪個蜘蛛俠 我說不出來 但是我可以說的是我最喜歡的是 Andrew Garfield 時期的這個MJ 也就是 他的女朋友 也就是Emma Stone 石頭傑 這個好感 是毋庸之以 那雖然 Tom Holland 在最新辦的蜘蛛俠當中呢 已經不再使用膠片相機了 但是 我們可以從他跟他 女朋友Zendaya的日常互動當中看到我們視頻介紹過的康泰史T系列 康泰史T2 下一部要跟大家講的電影呢 是這個偷心英文叫做Closer 這部電影可能了解的人並不多 他描述的是四個 對自己的感情觀都特別有堅持在我們的眼中看上去有點極端的人發生的 複雜糾葛的這個感情故事 那可能大家去看完這部電影當中 都可以看到自己在對待感情當中的影子 這部電影當中 你不但能看到 Natalie Portman 他年輕時候的樣子 也可以看到 Julia Roberts 作為一個攝影師 也就是影片當中的Anna 他拿著相機是如何進行工作的 那Anna在電影裡是一名 職業的攝影師 他拍攝大幅的肖像或者是為雜誌 拍攝各種照片等等 那他在工作室工作的時候呢 使用的是大名鼎鼎的 哈蘇503 CW 這台相機 也是一台明星產品了 他又是在 周杰倫的說好不哭的NV裡面 被大家所熟知 然後我記得那段時間 哈蘇的品牌價值 又一次在人們心中 提高了 NV當中的503 CW 是一個 特別紀念版的特殊外觀的一個版本 那電影當中你可以看到 這台中畫幅的機器 簡直就是一個work horse 就 他是一個非常有值得的 然後拿來幹活的一個機器 在拍攝當中 Julia Roberts 不但是用 快門線 去控制這個 三角架上面的相機 讓拍攝更加的穩定 同時 他拍攝的速度非常的快 一邊在拍攝呢 一邊也在更換的這個A12後背 模塊化的中畫幅相機的優勢就是 你可以在 拍攝的過程當中 通過更換後背的方式 進行快速的換卷 那其實電影當中出現的這個人像拍攝方式呢 我們在現實當中 並不多見 因為 這種一邊 溝通交流 然後 調動人物情緒 進行抓拍的攝影方式 要求攝影師跟背色者是一個 相對熟悉的關係的 可大部分的商業跟人像創作的場合 其實攝影師跟背色者之間 並不是 這麼這麼的熟悉 那有意思的是呢 哈蘇相機出現完之後 也就是 Anna幫 他當時已經有所心儀的 男主角 Jude Law扮演的 Dan 拍攝完之後呢 他的情敵 也就是 那Charlie Portman 所飾演的Anna 走了進來 那他跟Anna的交流 與 男主角Dan 並不一樣 他們的交流是可能 蘊含著更多的衝突的 所以 他這時候拿起了 一台 135 系列的相機 然後更方便他邊走動邊進行拍攝 這就是 萊卡的 M6 那他當時這台 萊卡 M6 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他是裝著 電動的 過片 裝置的 這就是說在拍攝完之後呢 不用像傳統機械相機一樣 拍一張 撥動過片 扳手 進行 啊 下一張的拍攝 而是相機整個自動的去完成這個過片的過程 所以他也是在一邊跟Anna的交流跟對話當中去完成 這些肖像的創作的 然後在電影裡面 這個時間點拍的照片也成為了他日後在影展當中的一張重要的作品 這個電影裡所描述的攝影師的工作 他的裝備到他整個調動人物情緒的方法到他的拍攝都是非常專業跟值得贊助的 那電影本身的也非常有意思 那下一個要說到的是當時在2006年一部現象級的電影他叫做瘋狂的石頭在這部電影裡面呢雖然他的拍攝的設備比較簡陋 整個畫面看上去並沒有電影製作的感覺 但就是這種好像家庭DVD所拍出來的畫面跟 當時他這種比較流暢的剪輯風格跟奇特的視角呢 讓觀眾獲得耳目一新的體驗 我想說的是放在現在來看這部電影 作為攝影跟創作的角度上來說 在電影的攝影呈現上已經沒有這麼高的價值了 不過他本身的故事還是很有趣的 但另外一點就是你可以在電影當中看到 如今 我們耳熟能詳的男演員們比如說 黃伯比如說徐珍他們在這部電影當中的表現 這部電影當中最有意思的一個橋段就是一個號稱 自己是這個 所謂藝術攝影家特別是人體攝影師的人對吧 拿著一台尼康的F60 然後經常的到 女性面前去賣弄 然後同時他也用這台相機呢去拍攝 珠寶 電影當中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梗 就是他把這個 尼康 認成了 某個鞋場 的標誌 其實關於 尼康這個 品牌本身的讀法呢 在 國外 也是 是有所爭議的 很多人會讀 Nikon 也很多人會讀 Nikon 然後很多人會 讀 Nikon 啊就可能比較 他們覺得這樣讀比較像 日本 當地 他們對於這個本土品牌的一個發音 其實都不重要啊 只要 你說的是 Nikon 或者Nikon 大家能知道這是 Nikon 就可以了 有時候 太準確了 也沒有必要 那最後一部要說到電影呢 實際上是今天我想說的 我最喜歡的一部電影 他雖然拍攝於1995年 但他不管從 美術設計 藝術造詣 故事情節 還是相機 在電影當中的 情節推動作用來講 都非常好 非常值得探討的一部電影 他就是 由严謹俊二 所拍攝的日本電影情書 在說到情書當中出現的相機之前呢 我想 跟學習攝影的大家去說 情書這部電影 他整個畫面的調色風格 包括人物裡面 所流露的 情感狀態 跟妝容 其實很多很多都是我們現在所追逐的 日系攝影裡面的一些特色 我之前做過校園攝影比賽的評委 然後會評到很多 照片 他們去追求所謂的 日系寫真的風格 然後把畫面調成比較低對比的感覺 然後在畫面當中加一些日文字 這 可以說 是 對日系風格的一種 剛開始的認識吧 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去理解 日系的攝影 日系的審美 跟日系 攝影審美背後的 感情基礎的話呢 我覺得情書這部電影都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參考物 整部電影呢是用膠片底片進行拍攝的 同時 在攝影機上的加裝了如光鏡 所以畫面時常有這種朦朧唯美的感覺 另外你可以從畫面的 藍色條形炫光當中判斷出 當時使用的是 我們稱作 快螢幕鏡頭的電影鏡頭去 進行 拍攝的 那整個 畫面 他的調色呢 跟膠片呈現出來的天然的氣質呢 也是我們 當今追逐的這種 追求的這種所謂日系攝影 日系 審真觀感的一種 畫面感覺 那這部電影本身他強調的是 在一種極度 克制下 展現出來的 感情 這也是 你看到很多日系的攝影 日系的審真 背後 之所以有能量 之所以觸動你的一個 根本原因 電影當中出現了兩台相機 一台是尼康的這個旗艦單反F4 當時 女主角所扮演的角色 藤井樹 想要用這台相機 去看 就算斷了腿還想參加 100米奔跑的同樣是名為 藤井樹的這名男生 所以他拿起了這個 尼康這台重重的相機 然後 緊緊的 對著 他意識不到 他已經非常喜歡的人 其實相機當中 他握這個相機的方式呢 也很像我們第一次拿相機的人 就是一隻手並不會拿在鏡頭上 而是 用兩隻手緊緊的這樣子 傳入整個機身了 也能看得出 他其實是在 一種 自己意識不到的情況下 已經 非常非常 關注跟擔心 發生在 藤井樹 上的一切事情了 那第二次出現了這台相機呢 也是我們之前做過 節目 專門去講的這個 即時顯影界的 最有名的一個相機 寶麗來的SX70 在電影當中呢 是這個 AlphaE 的型號 電影當中呢 雖然男主角過世了 但是就算 跨越生死之隔呢 這個女主角 還是 去 記錄 他們當時 一起 發生故事的 各種地方 同時 把這些照片 寄給 在另外一座城市 同樣對男主角 抱有著想念 跟感情的一個人 那這時候這台 寶麗來呢 他作為 跨越生死界限 去記錄情感的一個載體呢 非常適時的 出現在了影片的這個時候 你可以從 他拍攝照片的動作 跟拍攝照片的速度來看 他是 非常非常 想 去懷念 而且是以一種非常快樂 的情緒在懷念這一切的 電影當中的一些細節呢 也很符合我們使用 寶麗來的時候的一些細節 比如說 我們總覺得 拍完這種 寶麗來或者是 拍立德 就要甩一甩 這個巷子 實際上 甩一甩這個動作呢 並不是必須的 我們 很早的時候甩一甩 是因為當時 巷子的生產工藝 並不太好 藥水呢 不能在 離開 相機的機身之後 很快的 均勻的 覆滿整個巷子 所以我們又甩一甩這個動作 而如今 尤其是拍立德 他本身這個 顯影業 跟整個藥水 已經能非常 均勻快速完整的覆蓋整個巷子表面了 所以 我們甩不甩 啊這個區別關係 其實基本沒有 但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在電影當中看到藤井樹 拍完之後會立馬把這個照片放進他的口袋 這就是我們對即時顯影照片 要保護好他 要實現好的成像效果 更重要的一個細節 即時避光 在拍攝完之後呢 要把它即時的放進口袋 或者背包裡面進行避光的處理 特別是巷子剛出來的這幾秒 如果他還在接受 多餘的光線 額外的光線呢 會影響他本身這個成像的質量 那琴書這部電影我看完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尤其是片尾的這個主題曲 又是當作影視配樂 反覆聽了好幾次 他當中的美術布置 跟 攝影攝像的技法呢 也非常值得喜歡攝影的朋友們去學習 什麼時候應該用升格 什麼時候應該用降格 什麼時候應該用更長的曝光時間 什麼時候應該用唏噓刻刻變焦 什麼時候剪輯的節奏是快 什麼時候剪輯節奏是慢 這個琴書這部電影呢 在影視製作上 也做為一個非常標準的 非常有參考意義的一個電影在那邊 同時我們去學習日系 真正理解日系攝影跟審美 他背後的內核 也就是這種 克制 壓抑的愛 對 人世間無償的這種感慨 他都是一個非常 具有參考意義的作品 好 那這就是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 七部電影不知道你今後還會不會 想看到類似的話題 或者是大家 有對其他攝影感興趣的話題 想要我們去聊的 去拍攝去創作的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們進行互動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 下期 再見 敬佛 來 敬佛